沙石車卡在路中間被土石淹沒 幾乎半個車身 還有路燈硬生生倒下 把車道全都占住 現場一片狼藉 國道一號汐止交流到 南向十點一公里處 在二號管街又發生土石 攤方意外 因為這幾天連日的下雨 那我們本來是今天下午 在積極搶修 工作人員忙進忙出 先做初步處理 就怕連續攤方走山 又讓通勤尖峰時段塞塞塞 臺鐵宣布三號在基隆至樹林間 加開兩列區間車 高工局也建議用路人改道行駛 基隆八堵地區車輛要前往國道三號 可以由基金交流到駛入 或直接行駛台六十二快速道路 接馬東系統 地區車輛多利用地方道路 往新台湖交流道再進入國道 國道一號南向往汐止出口車輛 提前於五堵交流道駛出 所幸這起意外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高工局也會試狀況來安排 後續搶修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我是林一文想要關注體育的朋友們 記得收看五二動起來 然後還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趕快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